你走 我求你赶快走啊 快走 奶奶 就这样 你还要嫁过去 这个死老太婆 居然这么对我们娘俩 我以后一定有加倍奉还给她 你说儿子我养这么大有什么用 有了媳妇就忘了娘 连你爸唯一留给我的戒指 你也偷着给她 你说我这么辛苦 我 我到底脱个什么呀我 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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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不让你失望 我拼命读书 别的男生在踢足球追女生的时候 我在图书馆 为了当上记者 实习的时候我天天熬夜到天亮 熬了三个月 瘦了十几斤我才当上正事工 妈 你让我娶个有背景的女人当老婆 我看见有钱的女人 眼睛都会发亮 从小到大我没有忤逆过你 我知道 可是清凌她 我跟清凌惩常关系纯粹是个误会 我没有打算要跟她结婚 真的 那我 你这为什么呀 只有跟她定下来 徐老太婆才可能把钱给我 可 可我不想让你为了钱 委屈了自己 在社会上没有人脉是寸步难行 现在商学院是我唯一 结交人脉的机会 清凌堂现在是我最后的希望 妈 我希望你不要断了我最后的路 这 这么严重 你保证你不会娶她 这只是缓兵之急 我发誓 妈 我会娶到你满意的女人当老婆 这一点我敢保证 阿海 我相信任阿姨总有一天会接受我的 我们不会分开的 发誓 十岁 如果现实 离你的梦想太远 你要怎么办 我会慢慢走向他呀 慢慢走 慢慢走 总有一天会走到的 天真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就是和奶奶研制的香水可以上市 而且只要去商场 就能看到我的作品 你知道那样花多少钱吗 在欧美一款香水 它的研制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 动辄就要几十万 几百万的投入 没关系啊 钱可以慢慢赚 慢慢存的嘛 再说了 我和奶奶已经开始在存钱了 总有一天可以存够吧 而且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不缺啊 我有朋友 有工作 有梦想 还有奶奶 还有你 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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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不大 但还需要多休息 雪青刚给我来过电话 他很担心你 希望你能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她是这么说 是啊 你们姐弟感情一向很好 我希望你能多注意自己身体 少让血情操心 我会注意的 那我先走了 好 就知道你不愿意待在医院 谢谢 再见 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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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欣欣 又来不及了 快 奶奶 您认错人了 我不 长玉 妈真没用 欣欣没找着 香水也没做好 我这 妈没有脸去见你了 奶奶 您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长玉 奶奶 我陪你去找欣欣 咱们去找欣欣去 我真的不认识你 长玉 妈真的没脸去见你 快去找 妈没有事 好好好 这样 我陪您去找欣欣 我 我带您去 长玉 快去找欣欣 来来来 我带你去 好 你是我的儿子 沐长玉 那欣欣欣是谁啊 你的女儿啊 她被人抱走了 那这么说 奶奶 你一个人生活啊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一个孙女 就 奶奶 您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你是谁啊 我 我 我刚才都给你 说了些什么呀 您把我当成您儿子了 不好意思 您干嘛去 我回家了 我现在好了 奶奶 我还是送送你们 真的 这样我会安心一些 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你啊 奶奶 真是谢谢你了 年轻人 这些花 都是您种的吗 这些花 都是您种的吗 这都是我跟我孙女种的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你看 今天我身体不好 就不请你进屋了啊 没事 那奶奶 您回屋休息吧 你真是个好人 你会有好报的 你真是个好人 谢谢奶奶 姬爷 那我走了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我说过只要你有需要 随时可以找我 其实我 最近遇到了点棘手的问题 需要点资金周转 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多少钱 二十万 我会按银行利息 我不相信你 你这人对感情不真诚 你 像你这样对待感情的人 我是不会帮你的 阿海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喝醉了你 秦磊啊 你的香水储备机 存了多少 奶奶说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把钱给我 ancho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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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海 怎么样啊 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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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吃点东西吧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昨天 告诉你有用吗 我想帮你 那就把二十万借给我 二十万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缺费 我需要参加一个课程 什么课程那么贵啊 你不会被骗了吧 我被骗 你以为我是你吗 不借就算了 不是不借 可是 钱也不在我这儿 在奶奶那儿 我也没有办法 算了吧 我也都没指望你 清零 奶奶 你们两个一大早的 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奶奶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买点菜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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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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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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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奶奶你一次坐着 我去给你买瓶水 长岳 别走 欣欣就要回来了 奶奶 你在说什么 我是丁海 我是丁海啊 你是长岳呀 长岳 你别走 别走 奶奶 你别走啊 长岳 我是亲您的男朋友丁海 长岳 怎么走路呢 找死我了 滚 奶奶 你没事吧 丁海 你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认得我了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你到这儿来 你妈知道了 又要找清零的麻烦了 不会的 快回去吧 我忘了买菜了 这 这是哪儿啊 我去买菜了 你快回去吧 好 回去吧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 阿海 你怎么来了 怎么没看见奶奶 她出去了 太好了 连老天爷都在帮我 你看看你 都流汗了 没事 我来帮你吧 不用 我怎么让你 我来 把奶奶的房间也拖一拖吧 行啊 就顺边拖 来 来 不着急 这要顺着拖 清零 你们这儿有水吗 有啊 就在楼下 我口渴 去倒杯水 我去给你的 谢谢 有啊 找我 哪里 你看 这儿也在在哪里 好奇到这样 来 阿海 累坏了吧 这是我给你泡的花草茶 清火的 常青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回杂志社一趟 去杂志社 不会让你回去工作吧 还不知道 先去看看再说 快去吧 谢谢你 快去吧 奶奶 奶奶 这里太危险了 我送你过去 奶奶 奶奶 您认识我吗 奶奶 你是长月 你是长月 我要找欣欣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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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知道星星在哪儿 我知道星星在哪儿 你知道星星在哪儿 快带我去找星星 跟我来 找星星 星星 快跟我来 那儿 就是那边 带我去找星星 星星 星星 奶奶 怎么了 我去找星星 这是哪儿 星星就在里面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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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在这儿输入六个数字 我们就能找到星星了 星星 星星 来 这儿 星星的生日 九 三 有 二 奶奶 还差一点点 别停了 零 二 对了 对了 星星 是星星 以前最多去两万 星星 九三一二零二 明天我再到柜台去十八万 凑齐二十万的学费 我就能进入商学院的新天地 我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这儿 小艾 和我们的组织 香港人 另外一位 墙 哪儿 不 这么多的 你 多可 想要 不对 丁海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行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走 奶奶 我知道你一向反对我和清零交往 但是 你这么冤枉我也太让我伤心了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诈骗 我明明听见你说 你说今天先拿两万 然后明天再到柜台拿十八万 一共是二十万对不对 对了 你向清零账口借的也是二十万 是不是 警察同志 我说的都是实情 我也不知道 他就把我骗到了银行 还让我输密码 就把钱给取出来了 我 妈 你没事吧 你是碰到什么灰气鬼了 把你弄到这里来了 又是这个死老太太是不是 行 咱们今天老账新账一起算 妈 你问问你儿子 干了什么 他今天 妈 你说了 你当时什么地方呢 你刚才说他向谁借了二十万 对 警察同志 他向我孙女借二十万 我没答应 对了 他呀 他跟我孙女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你别忘了自己脸上贴金 妈 我从来就没承认过清零 奶奶 我那天喝多了 我真的不记得我跟清零说了什么 但我从来没有正式跟清零借过二十万 我甚至不知道你的银行卡放在相框后面 你怎么知道在相框后面啊 你怎么知道的 好了 事情已经明了了 不不不不不不 阿海 你赶快解释一下 这是误会 误会呀 等一下 妈 你先出去 我有话跟警察同志 还有奶奶说 你先出去 妈 保证我会没事的 妈 妈 保证我会没事的 妈 保证我会没事的 妈 这件事我本来不想说的 这件事我本来不想说的 对不起了 奶奶 警察同志 我怀疑奶奶患有老年痴呆症 我 银行卡的位置是她告诉我的 银行是她坚持要去的 钱也是她坚持要取的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啊这 奶奶 你走丢两次 都是我把你找回来的 不过奶奶你放心 这件事我没有打算告诉清灵 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带奶奶到医院检查 就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谎了 她说的有道理 是啊 奶奶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送了 我自己能回去 丁海啊 今天这事 你别跟清灵说啊 你是说你犯病的事 我本来就没打算告诉她 丁海 今天 要真是我犯病了 我跟你道个歉啊 没事 奶奶 我对清灵是真心的 你快回家吧 要不你妈该等着急了 我走了 走了啊 阿海 阿海 我可以进去吗 我想跟阿姨当面道歉 我妈还在气头上 她不想接你 秦灵 这段时间我们先不要见面了 大家都冷静一下 为什么阿海 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奶奶她 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的话 我拜托你 暂时先别来找我了 好 那 你要多长时间啊 你为什么要逼我 你为什么 我已经被害得够惨了 你奶奶给我的屈辱 我还噎在嗓子眼呢 我拜托你给我点喘息的空间好不好 阿海 对不起 奶奶说她是记糊涂了 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让我来道歉 可丁凯和阿姨还在生气 阿姨本来就不接受我 这该怎么办呢 自从有了这个跑车男啊 我都很少在听你提起丁凯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很久没联系了 是啊 丁凯她对我那么好 可她妈妈不接受我 我相信我妈一定会喜欢你 认同你的 想什么呢 要我说 小心丁凯给你找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回来 她不会打 喂 你好 莉莉花店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 猜猜我是谁 谁啊 深深 你回国了 你个没良心的 你终于肯跟我们联系了 你个没良心的 明天上午十点到机场 亲爱的 你们回来接我吧 亲爱的 你们回来接我吧 当然了 我们快想死你了 明天我准时去接你啊 明天我准时去接你啊 你来了怎么不到我办公室啊 我正在考察酒店 好好表现啊 我正在考察酒店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是 是这样 今天我看到居视频了 他跟我说珊珊今天回来 那我就客气了一下说我去接机 没想到我正好有个会议 打住 如果你不想你的弟弟英年早逝的话 就别把我跟他扯在一起 珊珊哪儿不好了 论样貌 家事 能力 性格 哪儿不好啊 又是这句句 就不能换换台词吗 不管怎么样 你去替我接他吧 就凭咱们两家的关系 夏伯利 清凌 珊珊 你怎么抬回来啊 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太着急了 我爸那儿都没来得及说 那个呢 那个怎么没来 他让我来接你 店里就他一个人 他让我们赶紧去他那儿 好的 走吧 我去喂鸡肉筋 去吧 阿海 对不起 怎么又是你 从到哪儿都能碰到他 天哪儿 干什么你 宣布主权啊 咱俩这么久没见了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 被别的女人看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了 我讨厌别人碰你 不知道吗 先别啰嗦了 我们走 怎么了 害羞了吗 还说不喜欢我 看来你是装的 既然是这样 要不明天我们去登记结婚吧 疯子啊你 我讨厌 我先走了 你不是来接我的 怎么可以一人先回去啊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接你的 我是来接我女朋友的 女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 啊 臭家伙 你是骗我的 装得还挺像的呢 咱俩认识多久了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还不知道 江湖旧集 借我几分钟 扳下我的女朋友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 断片了啊 你认识她吗 她叫什么名字啊 清零 她叫清零 我也在她脸上宣布了我的主角 她是我的女朋友了 对不起 你放开 助流氓 助流氓 清零 清零你疯了吗 你认识这个疯女人 当然了 我们俩是好朋友 你都疯子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她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她为什么当着我的面亲你啊 那她为什么当着我的面亲你啊 她神经病啊 那你快跟我说 你到底跟她什么关系 行行行 姑奶奶 我慢慢跟你说行了吧 原来是这样 那你也不早说 害我着急那么久 不过我想你是误会了 出事那天天老还在美国 开车的人应该不会是她 那到底是谁啊 清零都过去这么久了 而且徐奶奶不是也好了吗 你就别追究了 你以前不是最讨厌不负责任的人吗 怎么会让我放弃找那个坏人呢 算了 你爱找就去找吧 不过我警告你 以后你不许再去遭遥天了 你的行李呢 我行李 快点快点 干嘛呀你们 就好玩吗 不就是些老的吊渣的建筑屋 看什么都一样 我看你有情人陪着 到哪儿都是天堂 我们是朋友 没听说我要结婚了 到时候来喝喜酒啊 你真的同意你爸的安排了 要不然还有什么办法呢 好了 不打扰你工作了 下次再聊吧 嗯 我跟你说啊 国际长度很贵 我回国再跟你联系 珊珊她抽什么疯啊 又老又亲又豹的 还拉着我跟我说 去什么登记结婚 简直就是神经病 疯疯癫癫的 装什么白马王子 老爷车也充胖子 天老 跟珊珊结婚吧 够了血情 再说下去 我请你下车 行了行了 不说了 别生气了 身材脸蛋 过关 身价 代孤 好 我切蛋糕给你吃啊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受肃若惊啊 在我失恋的这段时间呢 一直是你陪着我说话散心 就当回报你了 是不是说明你对我有心 你还没对我死心吗 我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了 谢谢你在我失忆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 原来假期今天就结束了 这表我收下了 当做纪念 嗯 你怎么回来了 搞得这么狼狈 你跑到法国去当街头艺人啊 给我倒杯水 今天是礼拜天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还不了解你嘛 你这小子 就为了赚几个加班费在这耗着 忙什么呢 你看 这抽屉柜子都满了 我把这里的资料整理一下 你说的那个赵秘责警方有线索了吗 我已经有线索了 那辆红色的跑车又出现了 拍这些干嘛 这些好像是小张参加山城集团 不然周年酒会的时候拍的吧 红色跑车 不会这么巧吧 不会这么巧吧 段先生 我们认识吗 能坐下来聊吗 你找我有事 有一点 银行啊 我还能听一下 那谁让我听到你 哪有点有事 我还能听到你 那是谁 我还能听到你 我已经听到我 那你听到我听到你 不知道你想起了什么 我知道你是这辆车的车主 说说你的身份和目的 我也只是受人之托 那受手拜托你的人 他想要什么 公道和说法 那你应该把这张照片 交给警察去 作为旁观者 我劝你们双方都理智现实一点 所以呢 要卖照片吗 我 凭什么 这张照片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可以辨认出 开车的是个女人 既然你是车主 开车的人一定跟你关系 危险 你是在威胁我 不 我是在跟你商量 因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算我买下这张照片 也有什么用呢 我不相信 你那里没有存到 如果你想买 我就会把手机里这张照片删掉 我懂规矩的 你大可以放心 你想要多少 十万 你大可以放心 来 你说多少 五万 多一分都不给你 我要现金 给我十分钟 我没想到你主动约我 我去4S店把它修好了 是你偷开我的车 把它给撞坏的吧 没有啊 我没开过你的车啊 杉杉 别撒谎了 你是骗不了我的 我真的没有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 你还是不肯跟我说实话是吧 天狼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呀 不都跟你说了吗 真的没有 我查过了 7月24号 你去了趟新加坡 你要没别的事我走了 跟我说实话 7月23号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记得 都那么久了 做了亏心事还能够忘记 好 我提醒你 想起来了吗 这个不是你的车吗 有没有 我 对 我 有 没有 有 没 这 有 但 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 当深深疲惫难忍的苦 我的柔情是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作诗天天人生的旅途 细细浪的荒废的心情 成功或是埋伐都要勇敢面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当黑夜来云照顾的路 当深深疲惫难忍的苦 即使两依的翅膀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 我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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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放弃